大热全网的美剧羊毛战绩原剧第三集终于更新 刷到的老铁们千万别错过 因为这一集的地下城内 竟又死了一位大人物 上集说道 机械工程师朱立叶为了寻找水下之蜜 顺着绳子爬了下去 可是关键时刻他却怂了 于是他便又顺着绳子爬了上来 男朋友乔治的死让他感到很难过 没有勇气寻找真相的他只好借酒消愁 而这边的强司市长为了确定新警长的任命 决定与伯纳德亲自去下层会会朱立叶 殊不知两人的行动 已经被更上层的两个法官的人看在了眼里 时间来到第二天一早 喝到不省人事的朱立叶被同事雪莉强制叫醒 因为他此时已经迟到了两个小时 可就在雪莉安抚朱立叶的情绪时 房间内却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 朱立叶这才意识到他们的修补工作已经迫在眉睫 这边的市长和伯纳德二人 已经出现在了法官的府邸门口 但是他们也只是在这里喝了点水 并没有要登门拜访的意思 伯纳德心里清楚得很 强司市长只是想让法官的两个手下看见他而已 很快两人就找到了IT部门的老大 强司特意为他准备了一瓶白蓝地 只为了拉近他们彼此之间的距离 可是他们聊着聊着 IT老大却有意地给市长提出了一个建议 他很希望一个叫做比林斯的人能够担任警长职位 至于朱立叶的话 那简直就是胡闹 从言语间可以看得出来 他很讨厌朱立叶 也非常不希望朱立叶成为警长 表达完毕后 他的态度就会增加一个点 当我们坐在这里闲聊时 恐惧的市民或许正在武装自己 因为他们不知道谁会保护他们 强司市长虽然不招高层人士的待见 但是却深得普通市民的喜爱 人们在知道他要路过这里后 纷纷列队相迎 在他们的心中 强司市长就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家长 为了向其表达爱意 他们甚至表示下次选举时 他们所有人都会将选票投给他 强司看到民众如此爱戴他 心中不由地涌起一股暖流 但是他还有正事要做 所以他也不得不赶紧启程 中午时分 两人刚吃过午餐 司法部的西蒙就端着一份甜点 放到了他们的桌子上 西蒙表示虽然市长没有顺路去拜访梅多斯法官 但是他们该进的礼数还是要进的 西蒙没有接他的话 而是带梅多斯法官向市长说出了他们的建议 那就是比林斯是新一任警长的不二人选 市长听后毫不留情 面对强司的态度 西蒙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好拿起甜点吃一口 然后再走开 那些时候两人一起走进了机械工程部 老大看见市长后显得有点慌 因为此时的发电系统已经出现了安全隐患 如果再不及时不救的话 那后果不堪设想 而整个工程部也只有朱丽叶最有本事 于是他便在市长的注视下 走进了一个发电系统的熔炉中 很快朱丽叶就凭借自己的经验 成功地安抚住了发电系统躁动的情绪 市长见后立即转身离开了这里 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位多年老友 这边的朱丽叶已经和老大走进了控制室 当他看到伯纳德的时候 他还以为自己擅闯境地的事情被发现了 就在朱丽叶不知该如何做答事 市长走了进来 他支开了控制室内的所有人 只留下了他们三个 接着他便将赫斯顿警长 要他当警长的事情说了出来 朱丽叶有点懵 朱丽叶虽然感到很诧异 但是在犹豫了几秒后 他还是选择了拒绝 因为他喜欢这里 也喜欢这里的工作 最主要的 现在发电机出现了问题 如果他不在的话 其他人很难保证他的正常运转 既然如此 强司市长也不强求 但不管怎样 他还是将赫斯顿警长生前的警徽 交给了朱丽叶 可是就在他们二人离开后 朱丽叶却从徽章的背面看到了一行字 但是他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在他上任前 他需要将发电机彻底修好 面对此种利仓利民的条件 市长又怎能不同意 很快他们就将这件事情 通过广播告知了所有人 今晚十点将会停电八小时 在此期间 统仓内将会完全处于黑暗之中 所以他们要么躲在家里 要么聚集到一起 如果有人不服从 那么这个人就会被监禁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晚上十点钟 在老大的受益下 雪莉便转动了停电开关 瞬间整个桶仓都进入到了一片黑暗之中 而就在所有店里停止工作的同时 唯有一处却发生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 那就是餐厅中 可以看到外界景象的大屏幕上 竟然在停电的瞬间出现了 脆草如鹰鸟与花香的景象 就在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 备用店员灯光也开始了工作 他们显然都看到了那一幕 但是却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边的伯纳德正在顶着昏暗的灯光 画着心爱之人的画像 可这时强思市长却走了出来 他见状赶紧将白纸翻到了背面 强思表示自己满是心事 怎么也睡不着 于是两人便一起走了出去 这一晚两人聊了很多 强思表示他不知道任命朱丽叶 成为警长的决定是否正确 但是直觉告诉他 他身上的某些东西让他充满了希望 他甚至从朱丽叶的身上 看到了曾经自己的影子 面对市长突如其来的告白 伯纳德老泪纵横 然后两位年过半百的人就稳到了一起 这边的工程部的所有人彻夜未眠 他们历经了各种艰难险阻 终于是将发电系统彻底的修复 而这个维修过程中 朱丽叶的功劳当即手工 如果不是他拼死为发电激将温的话 那整个发电系统必定会炸成渣渣灰 毫不夸张地说 他们一起拯救了数以万计的统仓人的性命 当电力恢复后 餐厅中大屏幕上的景象 还是一如往常的死气沉沉 毫无生机 难道说昨晚他们都产生了幻觉吗 在往返途中 市长二人再次撞见了IT部的老大 他言语中流露出了极大的不满 说完他就露出了一副意味深长的笑容转身离开 在继任警长前 朱丽叶和同事们一一告了别 接着他就拿出了赫斯顿警长留给他的徽章 而徽章的背面则刻着真相二子 回到市长办公室后 强思第一时间写下了任命朱丽叶为警长的任命书 说完此话 他就感觉自己突然有些呼吸急促 我本以为他是和伯纳德确认了恋情后 显得有些激动 但事实证明是我想多了 他让伯纳德准备一瓶红酒去房间等着自己 接着他便急匆匆地走去了卫生间 可就在伯纳德挑选红酒时 意外却发生了 因为卫生间中发出了一声倒地的声响 伯纳德听后顿感不妙 连忙跑到了厕所门口 但无论他怎么叫门里面都没有半点回应 情急之下 他赶紧拿起一旁的铁器奋力地砸开了门 可奈何为时已晚 因为他深爱了多年的路斯市长 已经深重剧毒口吐鲜血